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我記得黎智英有講過 不管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不要把我名字寫錯 有人把他寫錯 對 就是說上新聞 對一個人上媒體來講 在乎的是這件事情 名字寫錯 表示說你的這個 新聞價值就不對了 對 知名度好像有問題 不管好新聞或壞新聞 也只不要寫錯 對我們這種中年婦女來講 不管好消息壞消息 照片不要拍醜 不要登得不好 照片不要醜 最在乎的那個 被抓尖也要拍得美美 對 真的 身材也要好 就遠一點這樣好不好 我上封面 夢中情人 很可愛 這張很像我對不對 跟我本人很像對不對 我難得拍一張 而且沒有修 看著妳是現實生活 幹嘛 而且這時候 我從小就讀著雜誌 那樣子 我其實只是 我也不懂為什麼 他把我上封面 因為我只是裡面的 一群名人裡面的 那個同一個主題 就是影響你最深的人的 一大串裡面的一個而已 但是既然 你要幫我上封面 至少也給我一個專訪吧 我覺得讀者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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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因為你的人 我其實心裡也是這樣想 你可不可以閒心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用什麼化妝品 這個是 攝影師比較重要 我坦白講 這件事我自己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 然後你覺得說 哪有這樣自己那個不去 不然實在是 我很感到他一頂的 不知道這樣 很年輕說 有那種雜誌是絕不往來的 Yeah 我知道 妳知道 化妝間 真的 麻到 不容易 有時候是化胡椒 好啦 看一下今天主題 現象馬鈴九求救 如果念書 是誠信於唯一的出路嗎 如果希望落空 他又該怎麼辦 好 問你介紹 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陳輝文先生 第二位是知名作家 廖慧英廖老師 還有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陳立宏先生 以及律師 賴方宇 賴律師 那麼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公主策夜未眠 這是歌嗎 是啊 我先來一段好了 來唱一下 阿發露地 現在有聲 那麼 花聲無聲 突然最近陳立宏 大家覺得你是先知 哎呀 開什麼玩笑 帶一段情聽我的 現在就沒有這個事情了 不可以當時 哪兒照人家說他逃亡 其實多說證據都顯示 對 都覺得就是他 全家就他沒事 其實那個時候 他該出去而不出去 所以我叫他 你就遠離媒體 遠離台灣 對 但是他就 就沒有照你這樣子 叫他做天氣的 當時如果真的走 人家會說他畏罪前 還不是 那時候都還沒有 他沒有罪 那時候所有的證據 都沒有到陳信宇 對啊 那時候大家都 連邱宇都說 整個月花可能有難以後 比較沒問題而已 那也是會叫他回來 不然陳志宗要死掉 也要回來了 是啊 但是就是說 至少當初出去 就沒有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相對起來比較不容易 我跟他們說一個就是 古年 這個立宏 我們學長有投書 在媒體公開的投書 自由時報 他是酷含陳信宇說 不要每次 因為陳信宇不是在那個 內湖的牙科診所有沒有 記者的跟他 麥克風堵來堵去 大家都忘記了 後來才有所謂的護衛隊 後來這個立宏兄投書就是說 你不要跟媒體在那邊 吵吵鬧鬧 沒好 他那時候的建議 因為報紙都有留下來 意思說叫你離開這個 因為有小朋友 現在過了半年多 再回來看陳立宏 那時候給陳信宇的建議 因為陳信宇第二天 馬上回一封投書 也在報紙 他既然說陳立宏是清留 我真是 他說比起那些更令人吐血的 比起那些更令人吐血的 那一邊在你左手邊那邊有沒有 清留 陳信宇是在意說 他有看到陳立宏的建議 但他不採納 我跟你講他現在保證後悔 溫學會嘛 那時候出去就沒事了 他現在是為了出國留學 所以他把診所工作辭掉了 你現在還有一個限制出境後 他就沒辦法去留學 現在診所工作已經辭掉 人家也找到醫生頂替了 他說兩頭落空 他們都說實在 還沒差 不是啦 總是一個人生的規劃 對不對 他出國計畫很久了 你會覺得說他們家的人 我覺得扁家有個特點 他好像也一樣不活在這個信實當下 他們跟整個 譬如說他不了解 就是說他不了解他的 我們講直接一點 他不了解他的敵人 他不了解自己家裡的處境 他也不了解他的敵人 所以他們想說他可以按照正常程序這樣出去 他不曉得他敵人的厲害 也許啦 我又覺得說他們 可是話說回來問一下這個惠文 偽證不得那麼嚴重 要到限制出境不是嗎 像人家孤家少爺 通緝都沒有限制 就是偽證罪 因為孤重量不是偽證罪 偽證罪的話我們去問 問了幾個律師還有當法官 檢察官退下來的人 在實務上他們的印象所知 從來沒有 對嗎 是 真的 我講一下 其實偽證罪在台灣 能夠定罪的並不多見 更不要講到限制出境了 什麼叫偽證 他提到的意思 我先講一個概念 因為這個陳信仪是為了 自己的父親而作證 本來按理說 你是可以拒絕證言的 拒絕證言說你可以不願意 你可以不用道體 我作證 你不要作證 當時不要作證就好了 是啊 因為你跟他 你怎麼可能去指訴自己的父親 或自己的母親 有什麼事 有犯罪 所以在人性上面 法律會有個設計 你是可以拒絕證言的 就好比今天 如果你傳訊律師去說 鄭鴻怡有沒有怎麼樣 我可以拒絕證言 因為如果我是他的律師的話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一個保密原則 你要求一個律師 或要求你的女兒去 做指訴你的父親或你母親 是有罪的 那是違反人性的 所以我們法律有個設計說 你可以拒絕證言 可是當下他是同意作證 重點是他同意作證 那針對那個洗錢案 他去作證的話 那違證罪不是說 你講一些543的 都可以叫做違證 而是說今天檢察官跟法官 會給你寫一張叫拒絕書 你簽下了這個東西 我來作證了 好 那這時候你的陳述 是跟那個案子 譬如是洗錢案子 是具有核心的 也就是說你這樣的一個證詞 會影響到那個洗錢案的結果 不是肢節的東西而已 不過那個陳水扁寫信給馬英九 那個求救信裡面有談到 陳信宇的個性剛烈這樣 那他講說他會有三種可能 一種就是說最嚴重的 他跟他的三個小孩會 一起死的 他會帶著三個小孩懸短 那第二種是陳信宇自己會想不開 那第三種就是說他自己會情緒崩潰這樣 其實我那天有看到扁辦的秘書江蘇 有講他那天幾經崩潰 你的了解他會崩潰嗎 因為現在其實我一直覺得 這一兩年來他都處於崩潰狀況 就我的角度上看來 崩潰狀況 他其實我覺得他進程狀況一直都不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那時候要投書 我覺得說你乾脆遠離 你至少不要找到媒體刺激你的機會 每個媒體給你刺激力 然後就看到他輕輕直爆 然後媒體出來就是他罵人的話 我說這對他好嗎 我覺得這些年來他一直無法釋懷 他把媒體當作敵人 甚至他恐懼媒體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反而不好 那我是覺得說 陳水扁說陳信宇會限於崩潰 但是就我的角度上來講 陳信宇早就是崩潰的狀況 我剛剛這個精神狀態這一兩年來 恐怕其實是真的是 到底有沒有精神醫生去給他輔導一下 家裡發生這麼多事情 然後媒體故意每次去 哪一個正常能受得了這樣子 你看馬維中要不要被訪問 媒體為什麼都不去 都那麼合作都不去訪問他 這個就是後來我投書被罵得要死 很多扁民反而罵我了 因為陳信宇說 陳信宇說該怪的是媒體 有錯的是有病的是媒體 不是我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叫我躲起來 我的意思是說 好 有病是媒體 但是你可以在短期之內改變他嗎 不可能 也就是說你今天 你今天你運到的是一群狼 你要叫這群狼說你 改吃素 對 怎麼可能 阿仁說你再叫我們這些人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使用比較大家淺顯易懂的 是啦 是啦 就叫人從中指就吃草就好了 你說夠可憐 現在你既然無法改變狼 你就是找到 我本來是建議說你就遠一點 你可以到高雄 或者是你可以到國外去 很簡單 你可能你只能到時候 譬如說到高雄去就是五隻狼 台北市是100隻狼 高雄剩五隻 而且這五個地方記者 都還得分派任務 他不能全心全力在跟你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陳信宇現在如果出不去 還是有個方法 你跟你媽媽跟弟弟 做到去高雄嘛 對不對 你照樣一樣去高雄 我相信說相對起來 因為媒體騷擾你的環境 相對會比較輕 一定比較輕